歡迎大家收看星期二得道英國新聞報導 今天是4月29號 我是你的節目主持人波仔 在此首先呼籲大家支持我們的六部曲 按like、點擊廣告、建設性留言、社交媒體share 訂閱我們的YouTube和Patreon頻道 月輝贊助我們 第一則新聞 長期關注香港人權狀況的英國民間組織 香港監察HKW 最近在英國倫敦國會發表一份名為 站在抗爭前線香港新聞自由遭受的各種打壓的報告 報告指出香港的新聞自由已經被中共摧毀 在香港監察的記者會上 有英國國會議員和身在英國的香港人香港傳媒 和其他公民社會代表出席發言 報告指出香港傳媒的自我審查越來越嚴重 香港政府透過不同方法打壓新聞自由 包括拘捕記者、干預新聞機構運作、阻擾外國記者申請簽證等等 出席記者會的工黨國會議員Kavin West MP強調 香港監察一直獲得跨黨派支持 並歡迎保守黨的Fiona Bush MP和自由民主黨的Alistair MP出席活動 象徵跨黨派合作 Fiona Bush MP承諾會確保報告得到外交、聯邦及發展事務部大臣 及其他官員的關注 自由民主黨的國會議員Alistair Carmichael MP表示 報告敲響了警衆 並呼籲向香港的企業利益施壓推動變革 曾任職香港電台英文節目密博The Pulse 的資深傳媒人 Steven Wye表示 沒有傳媒經驗的香港政務官李百全去年3月上任 香港電台廣播處長後 只會透過單向信息對員工發出指令 前線人員沒有商討空間 他說香港電台每個節目提案都必須得到管理層批獎才能實行 即使已經完成了節目 高層也可能在最後一刻才要求他們修改內容 Steven Wye形容現在香港電台已經變成了中共中央電視台的風格文宣 李百全新增多條紅線 但管理層從未向我們清楚表示過 意思就是用暗示記者封口及自我審查 Steven Wye又說香港已經變成了一個做記者很危險的地方 他說政府畫了紅線 但沒有人知道條紅線在哪裡 他批評激權政府一直討厭新聞自由 但打壓獨立的新聞媒體 反映了他們的不安和害怕他們管治的人民 前名報記者梁銘漢也在英國幕會出席記者會 他批評李家超即將成為新任特首 新聞自由狀況只會繼續惡化 他又認同香港監察報告中的建議 各國政府應該建立快速通道 為緊急需要離開香港 尋求庇護的記者簽發特別緊急簽證 無國界記者英國倡議統籌也有出席記者會 他指出香港在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排名 由2002年的全球排名第18位 急速下跌到去年的全球排名第80位 他預告在今年5月3日發表的 無國界記者新聞自由指數今年最新2022年度的排名 將會進一步顯示香港的新聞自由進一步惡化 無國界記者表示 香港是全球新聞自由狀況轉變得最劇烈的地方 很多新聞工作者都在為應該留守香港 但被滅聲被審查還是離開而掙扎 他說身處在香港的人已經未必再發聲了 所以英國政府需要為香港發聲 香港監察總監羅傑斯表示 在2019年記者和傳媒工作者都面對警察暴力 催淚彈和胡椒噴霧 確實是站在抗爭的最前線 去到去年2021年 他們仍然站在抗爭的前線 傳媒機構被迫關閉 或者面臨風險而選擇關閉 傳媒工作者所以被解僱 羅傑斯呼籲各國政府把握每個機會 清晰地為香港發聲 採取行動透過制裁 懲罰有份摧毀香港自由的人 他促請各國政府為急需離開香港的記者 設立緊急處理程序 和支持越來越多移居海外的香港記者 不要以為這些議題只是影響香港 這些議題影響著我們每一個人 以限制簽法簽證為例 這個對外國記者的影響將日益加深 根據香港監察的親身經驗 嚴苛的國安法可以帶來跨地域的影響 顯然意見 當局正是以國安法 嘗試令身處香港境外的意見人士滅聲 香港監察呼籲大家一起捍衛香港的新聞自由 確保香港和香港的新聞工作者不會被忘記 下一則新聞 英國上議院最近通過禁止使用老鼠膠的法案 最快兩年後實施 到時候沒有拿牌照使用老鼠膠的人 將會被罰款和最高監禁一年 香港現時並沒有法例禁止使用老鼠膠 愛護動物協會在2020年6月 就曾經公開呼籲立法禁止使用老鼠膠 他說這種陷阱令到很多雀鳥、貓等動物受傷甚至死亡 死前經歷脫水、飢餓等痛苦 英國上議院最近審議禁止老鼠膠的私人法案 獲得英國上議院一致支持 只要程序獲得英國皇室同意 就可以在兩年後正式實施 根據這個法案 任何使用老鼠膠的人士需要事先領取牌照 否則會被罰款和最高監禁一年 市民或公司要取得牌照 必須證明是沒有其他可行的解決方法 和有關的目標是為了公眾衛生和安全 新西蘭在2015年就立法禁止使用老鼠膠 亦都是採用法牌制度 之後牌照數字不斷下降 去到去年 紐西蘭政府已經沒有再發出任何批准使用老鼠膠的牌照 下一則新聞 英國外商卓偉斯表示 中國必須進守國際規則 否則將會難以崛起成為大國 並面臨可能的後果 卓偉斯最近在倫敦市長官邸發表演說 表示烏克蘭危機為西方帶來了有益的教訓 表明民主國家必須利用經濟工具 利回應威權政府 他表示西方國家不可以再天真地對待地緣政治和經濟力量 要對中國等國家採取強硬態度 卓偉斯表示所有國家包括中國都必須遵守國際規則 他說中國正在迅速建立一致能將力量投向歐洲戰略利益領域的軍隊 談論中國的崛起是無可避免的 但是中國的崛起也並非必然 如果他們拒絕遵守國際規則 他們將難以繼續崛起 卓偉斯又說英國已經向俄羅斯展示了 違反國際規則之後面臨的後果 英國可以將安全和尊重主權 擺在短期利益之上 卓偉斯又提到北約應該有全球視野 準備好應對全球挑戰 在印太地區和日本、澳洲等盟友合作預防威脅 必須確保台灣有能力防衛 至於俄烏戰事 卓偉斯說西方必須加倍支持烏克蘭 將俄羅斯軍隊完全逐出烏克蘭 下一則新聞 英國政府今天表示 將會調派大約8000名英國士兵 前往北歐和東歐參與為期幾個月的演習 還會動用坦克、戰車、大炮、直升機、無人機等軍事裝備 英國國防部官員在聲明中表示 這場為期幾個月的演習將會在芬蘭 至北馬其頓等國家舉行 法國、美國等北約國家組織 和丹麥、瑞典、冰島、納威等國家 組成了遠征軍聯合部隊 也會派員參加 據了解英國動用72架挑戰者2號坦克 120架戰鬥裝甲車和大炮 直升機和無人機等裝備 其中有部分已經在運送途中 英國國防大臣Ben Wallens表示 這是冷戰以來規模最大的軍事部署之一 歐洲安全從來未試過那麼重要 英國野戰軍司令官伍迪斯中將表示 英國皇家陸軍的敏捷、訓練和專業精神 能夠在防衛歐洲和震銷俄羅斯入侵上 作出重大貢獻 以前是在手製造的 電視法專業章挑戰者發展 abbiamo algo不一樣的 我們會既然有一點 對我來在道具 電視法委員會 電視法委員會 好,如果我們有一個好 電視法委員會 我們總共為我們 去… 對我們 我們才有一個好 真,我們就在準備 réal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